今天我們臺灣最重要的大大的就是新總統 羅青的主任 這主任是用搭造民主和平和歡迎來做主題 共調未來會使用人民的利益 跟國家為優先 像對這兩種關係 羅總統是共調說 我們不會落軟也不會亂 希望可以維持現狀 如果是主權的方便 羅總統的態度就打開 不說對話都是說中國 也是頭一位在主治典禮表明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力相對方的總統 共和黨不過半的立法院 政黨在競爭之外 也應該有合作的信念 國家才能踏出穩健的固法 立法院的意識運作 應該遵守程序正義 國際關注南華內容的部分 保存在九條四個堅持 他不會驕傲 不會違規的態度 以此現狀 表達希望中心客黨觀光 核心交流 訴求合併共營 如果國家領導人 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考量 那麼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榮 應該是彼此共同的目標 我希望中國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拿出誠意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 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以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圍堵 進行合作 老千條在主管的論述是打抗的 以往憲法 強調兩話何不禮償 而且也不說對話 這是北京黨教 是直接稱呼中國 有主權才有國家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 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老千代表時 台灣會起初為区憲合併問題 共憲 跟民主世界騎抵抗決定 但如果共憲方便會打扮 發電AI 半導體 軍港 黄空 跟通信的五大三押 而且輔助中小企業 未對安全的挑戰 總統六千條跟這個議員接起來 向台灣的信息台 記者綜合二德